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继续来帮你解释这个西家家的这个集合类别 其实西家家的集合类别呢 它的概念以及它的提供的功能呢 那么几乎跟加瓦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加瓦当然会提供的更多 但是基本上的这个概念都是一样的 那最重要的都是Array 然后呢Vector向量 还有List 还有Stack 还有Dictionary 还有Q 等等这些常用的这集合类别呢 两种语言通通有 而且呢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模板的方式来存在的 模板的方式 所以呢 这一个西家家有这个类别的模板 这我们介绍过了 就是里头呢 就是像这一个水缸 那里头可以装什么 装水装米啊等等的 好那这个是模板的部分 我们就讲过了 那我们就来往下讲咯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自己订像这个模板 这个Vector T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Share 那表示可以容纳这个Character这种字符的 这个Character的数据 那这个也是Integer可以表示这个Vector呢 是可以容纳Integer的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配上就是一个模板 再加上这个 这个 资料的就数据的形态 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类 因此就可以拿来产生这个对象 产生对象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定这个模板 就是我们自己来定这个Vector 这种Collector的模板 所以呢 你看这个Vector 那我们这个Vector比较特别 里头是放一个Array 用Array来支持这个Vector 所以它只能放十个 只能放十个 OK 那至于放几个 这个比较没弹性 因此我们是用Array 那么如果我们用List 那就比较有弹性了 OK 所以呢 我们就定一个Vector的模板 Vector的模板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了Integer之后 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类 那就可以拿来产生这个对象 产生对象 或者产生它的参考 OK 这样子 然后西加加本身也提供了很多模板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造模板 那这个表示我们的 刚刚是 这一个 直接就 写在这里头 写十 把十写在 这一个代码里头 所以呢 这一个向量 这向量 它就只能存十个 那么如果我们想这个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它的大小 因此呢 我们就加了一个常数 变成两个 这是T 那我们再加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这只就可以存十个整数的这种向量 那这个可以除成二十个整数的这个向量 所以呢 这西加加的模板呢 就提供一个常数的这种概念 所以呢 就把这个size放在这里 因此呢 它就会 有这个 这么多个的 这个 元素 可以放进去这个array里头 所以 但是这里 必须是常数 因为它compile的时候 要决定这个的大小 要决定这个大小 OK 好 那就是 因为 因为在西加加跟 啊 这个 Java的那个array,list等等 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 不再谈太多了 那我现在反而呢 来多谈一下 我的 这个oopc 我 这个 发明了 这个oopc 那这个oopc呢 就 我们 也是一样 先用这个array 你看这里 就是 vector 那么我 allocate呢 这个三个 allocate三个 integer 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呢 我这个也是用array的概念 所以只限制三个 所以我就定出一个class 叫vector 那这个vector呢 可以存三个 OK 那就是 用oopc写的class 所以这里就 调用 构造式 来new一个vector这个 对象 然后让px指向他 那这个vector这个对象里头呢 就是一个array 一个array 在这里用pv 来指向这三个 所以呢 这整个呢 这整个呢 这整个 就是vector的 对象 这整个叫vector的对象 OK 这整个都是vector的对象 那 这vector对象目前是由px 来参考到他 在这里 参考到他 然后在init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值放进去 就会把这个值放进去 OK init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在init的时候 就把这个值 3 6 9 把它做初期的 初期值的设定 初期值的设定 OK 然后再来 就 啊 调用display 把它显示出来 把这里头的值把它显示出来 Display 在这个地方 这print 啊 应该这里是 print 或 这么一改成 display 也可以 不是 是这里是用print 但是这里头 别名叫display 所以呢 在这一个client 在外边 就用display 那其实就是调用到init 不是 调用到这个print 所以他就 运出第2个 他就去把这个vector里头的值 找出第2个 第2个元素 把那元素的值 这意思就是要看第第几个 要看第2个 这样子 那 这个 两种用法呢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更为 这个 类似模板的方式 类似模板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vtype 就是 把int 提升到变t就对了 这个就等于t 这就等于t 所以 类似模板 用c 来写这个类似模板的这个东西 这t 有没有 这类似模板 的做法 所以只要 一开始把这个改了 确定了 那这里的vector 可以放 int vector 就可以放int 所以他留的大小 也都是依照t OK 好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vector呢 是 产生一个对象 产生一个对象 好 那 这个目前 因为 因为这个 设定式已经设定为int 所以目前这个vector呢 是只能 来储存这个int 所以你看可以把 把这里头的int 东西放进去 放进去 好那么如果 这个vector是 这个type是chair 是chair的话 那这个 就有点不一样了 好你只能把chair的东西放进去哦 在这里 你可以把这个 啊 这个 字符串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然后他就 啊 因为 这个字符串基本上 就是 catchier的指针 啊 chair的指针 啊 就说这个字符串 啊 这个字符串的 名字 字符串的这一个 啊 本身就是 一个chair的指针 有chair的指针 啊所以呢 可以 啊把它 沉进去 OK 所以这里说明了 透过 啊 vtype来代替 int的时候 那么 这个vector就可以 除成 这个 int的向量值 所以 这个意思呢 用c 透过这个方式 来表达 啊 这个跟c加加或加瓦一样 的这个 概念 就是模板 OK 所以刚刚这里是在 表示这个 用oopc 怎么来 表现这个模板的概念 让你 也知道 c 也有对象 也有向量 也有模板 OK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 协会的模板 然后三种语言 一以三次 OK 这样子的 好那 这里呢 再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 高老师开出一个 超级高档的课程 就是针对 这个 首席架构师 的这个车内思考 那 但是收费很贵哦 不像我那个 盛上课程呢 100个小时才2000块钱 这两天就要6000多块钱 因为我是亲自指导的 OK 那广告结束 OK 谢谢你